今天只要你没跟我分手 我就还是你男朋友 只要我今天没死在这儿 我就不会让你如愿以偿去踏那儿 你说什么呢你 这 怎么回事 施小剑 你疯了 你差点把我架烧着了 你知道吗你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还说我 你下班后明明约了 完了还迟到了 这是我家 我想几点来就几点来 还有迟到不迟到就说吗 我懒得跟你计较 这儿味多大呀 咱们去客厅 你去牧师了 你走来走去干什么 你还凶我 施小剑 你这种行为叫做脚踏两只船 怎么着 这么做很有成就干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能不能不要再无力取闹了 所以你刚刚从我这儿出去 是去了沐谦出那儿是吗 那我能不能这么认为 你在我厨房点火 就是为了谋杀呀 你 你有病啊 谁谋杀你呀 你又被迫害妄想症你 我 我不想跟你解释 不管我说什么 你认定的东西都改不了 这件事情需要我认定吗 这件事情需要我认定吗 我不想解释什么 所以呢 所以什么 施小念 我告诉你 今天只要你没跟我分手 我就还是你男朋友 只要我今天没死在这儿 我就不会让你如愿以偿去他那儿 你说什么呢你 我告诉你 你在这儿 你不许在屋里取闹了 装死是没用的 保证 施小念 有什么话你就正面跟我说 你是在逃避吗 施小念 施小念 我告诉你 施小念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施小念 起来 施小念 施小念 小念 小念 施小念 医生 医生 来 医生 我以后女朋友晕倒了 我们该去哪儿 关号了吗 先关号 去哪儿关号啊 不是 去哪儿关号 前面又软 你带我们去吧 好 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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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他怎么样 先坐 坐什么呀 他怎么样 他不是煤气中毒 你放心 不是煤气中毒 那是怎么了 应该是林乐宇 受了重感报 你怎么不试试他体温了 已经烧得很高了 医生 医生 那现在怎么办 我建议啊 先留冠吧 最近感冒非常严重 看看明天情况怎么样 要是明天情况 没有好转的话 那我建议再住两天远 什么叫没有好转啊 感冒会引起肺炎 肺炎会引起很多情况 但积极配合治疗 我相信它很快会好的 好 谢谢医生啊 是晓妮 你是不是在故意整我呢 你可别开玩笑啊 恢复的还可以啊 各项指标也没什么问题 药都平时记得还是吃吗 有的 那个 麻烦您的陈医生 这么晚还安排您复诊 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没关系啊 我们作为医生呢 职业班也是长事 但是你 一定要多注意休息 不要太劳累了 如果用脑过度 不但会影响你的记忆恢复 还会对你的脑骨 造成一定的损伤 我知道了 那 我两周后再过来 好 对了 陈医生 如果有人跟您问起 我的身体状况呢 这个我明白 您放心 谢谢你 晓妮 她怎么了 我明白 家属稍微看着点药 别睡过去了 知道了 还可以 我不是故障好吗 我不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好他 至少我不会让他病成这个样子 才送他来医院 我劝你现在还是把自己的心思 放在你的未婚妻身上的 是晓妮是我女朋友 我就不劳您多费心了 关于报道的事情 我会跟晓妮解释的 龚总不至于 要故意渲染什么办 还渲我渲染吗 我跟晓妮和时迪之间的事情 您也很清楚 这根本就是个误会 我对晓妮的感情 我相信她是知道的 误会久了就不是误会了 这个道理你也是知道的 我不管你现在有什么理由 请你现在马上离开 我不允许你利用她的同情 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她是我女朋友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吵了 师傅晓妮 离她远点 陈妮 陈妮 咱们在家就吵 你到这儿来还要吵 你要吵到什么时候啊 我不吵了 我听你的 你走吧 她现在需要休息 前厨还是个病人 这里是医院 她生不生病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跟你吵这个 我现在只想安静地睡一会儿 你可以先走吗 你还站在这儿干嘛呀 走啊 马上离开这儿 孟孟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赶紧走吧 晓妮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就等能够 施晓妮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我才是你男朋友啊 是的 你能够一模一样 这儿三个人 你们都别闹着你 我 för过一日 你最给你 我来自太重 那儿 你太重量 你太阳